厨师又开始了吗 你一磨磨吃吧 这次必须得蒸了 我发现我们前两次蒸的都不是特别满意 这次必须把它蒸成功 好 我支持你 上次蒸的磨磨 全都蒸成死面了 这次你不要管了 看我给蒸磨磨 什么叫做 馒头 面包馒头 你这是弓箭布 这一到季节了 秋裤秋衣穿上就不脱了 大男人 只在四方天天围着锅太短 只在四方嘛 这次蒸完以后不要醒了 直接把它切成馒头 切成馒头以后让它醒一下 发片 然后呢 直接上锅蒸呀 上次就是 醒了一次又把它揉 揉了一遍 揉死了把面 哦 这次我一定把它搞成功 拼了我 我怎么感觉你都快揉不动了呀 太硬了那面 大概就揉 直接去发去 发大了就上锅 你这是啥弄好的 嗯 没有 没有 我先去抽一下 你到这里去吃完 来 站在这儿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这怎么跟月饼一样 嗯 这大月饼吗这是 水还没开呢 天啊 感觉这还没蒸呢 就这么大 蒸着的多大呀 有个盆盖盯起来了 好了 挣多久 最少要再半个小时 这还得有一锅 先再醒一醒是吧 嗯 等它吃吧 好 来到 好了 开锅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哇塞 这么大 巨星萌萌 比你头都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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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萌萌可以啊 这才叫馒头的 你管看 好吗 嗯 哇 你看 宣不宣 哇好宣啊 妈妈你拿 嗯 看 它这个月饼馒头 哇 我看 这月饼馒头 哎呀 这样也挺好看的 宣不宣 宣 这个也宣 哎呀 真萌了这次 哈哈哈哈 可是成功了 这个馒馒这种形状还挺好的 你别说 哎呦 哎呦 真是一样 今天这顿饭就玩这一锅馒馒了 嗯 多选 太棒了 甜不甜 甜 有面的甜味是吧 对 和馒馒够吃吧 嗯 不用买了太好了 成功了成功了 不容易啊 这一家人就等着这锅馒馒的 现在 嗯 秀子 你那锅看时间了没有 嗯 这个馒头皮 我脸都大 哈哈哈哈 真的 从屏幕里面看不太 嗯 看不太清楚 现实中太大了 这个馒馒 嗯 你能不能吃完 吃完我当饭会吃一点吃 嗯 这是蒸的最成功的一次了吗 自己蒸的馒头就是好吃啊 嗯 我们这次封闭 我也没买上馒头 其实啊 然后昨天还剩下两个三个 吃完了 今天必须地蒸馒头了 啊 可以吗 你有经验了啊 对 我现在感觉挺简单的 其实啊 就是简单啊 揉一遍就行 对 大概揉肉 就是你随便捏成团 干锅里面都出来都可以鲜鲜的 嗯 这个就是拿刀切的 直接切完就没揉 也挺好的 嗯 也挺好的 就封闭在家这几个月 可要是把饭做好了 擀面 拉条子 做饺子 蒸馍馍 我天哪 是啊 人得吃饭啊 不吃饭就行 我知道人得吃饭 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吃一点 现在是渴了痣子在家吃 在家吃省钱 有健康 多好 嗯 就是做饭有点麻烦 你现在终于吃这个吧 我有吃了 吃了一个半 顶住了 哎呀 馒头大餐 馒头大餐 倒是啊 今天这顿馒头大餐还是真的挺成功的搞的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一盘子馒头啊 哎呀 这几个月我在家里面 差不多两个半月了 我们现在已经疯了 每天一睁眼睛就开始准备这个饭的事 哎呀 实在是都已经 不是说在家待不住 是这个饭已经把我快反反了 今天我一看到邱总戴着这个围裙 我就高兴 打心眼里面高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大家如果觉得邱总蒸的馒头特别好的话 别忘了给他给一些点赞 鼓励鼓励他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